阿倫,各位朋友,大家早晨 很高興見到這麼多朋友 尤其是今天我們去教城搬入這個新的地址 這個會議室,這個場地,第一次啟用 各位有機會歡迎各位來到這個新的地方 討論電子學習,我們感覺到十分開心和榮幸 其實離開我任期的結束 我今天數過就是一百一十九天 一百一十九天,已經啟動了倒數的程序 所以我覺得今天二點零四,我想借這個機會 回顧一下我們過去三年前我們講電子學習 和今次今天講電子學習,有哪些地方不同了 還有哪些地方我們覺得繼續需要努力 我想用一個框架,就是我一個星期前 兩個星期前去一個主要由國際學老師舉辦的一個學術會議 他請了一個美國教授,講一個framework叫TPAC 或者TPAC,就是電子學習有三個主要組成部分 technology content和pedagogy 相信大家在學界都,尤其是關心ICT的老師都不會陌生的 technology,科技,我自己覺得這三樣東西之中 其實是走得最快的,在科技上面,尤其是硬件上面 在這三年來,有很明顯的很大的不同 三年前我們講開我和一些先進的學校講電子學習 他會拿一本netbook出來,跟他說有一個東西叫電子書包 今時今日,剛才Iwan也提到,有不同的tablet的product出現 三年前和出版商講電子書,我們已經有了 他會拿一本,可以用來趕著的CD-ROM出來 今時今日,我們除了這些趕著的CD-ROM 都有他的功能 我們現在多了有apps,有不同的software 以前跟學校講,如果要做電子學習 他會跟他說,我們要有一間房間設置 要放很多一個REC的伺服器 現在我們越來越多講雲端的處理 我知道有公司每人都送50G出來的 那這些是這三年來,很明顯看到很不同的東西 在硬件方面,其實我自己覺得比較令我們覺得鼓勵的 就是普及性是有大大的進步 剛才Iwan提到,我也都今天想特別講就是 我們香港有兩個計劃,有機上網 還有在香港的東邊,那個電子E-Inclusion的計劃 就是其實是在大概兩年前財政預算案宣佈 我們每年給有書簿津協的同學 全費1300元的資助 也都同一時間成立了一些非謀利 當時估計一間,但結果兩間非謀利機構 將香港趕開洞勢兩邊 提供一些價連物美的硬件給同學 今天其實兩邊都有不同的選項 剛才Iwan提到,加二、三百元 除了上網資助之外,還有很漂亮的硬件 3月17號更加會有一些新的宣佈 這個普及性方面是有提高的 但在普及性方面,我們特別要依賴在座的各位校長和老師 在學校都跟我們多講這個計劃 因為今時今日,老實說,我去到學校 有些家長還跟我說 好像電腦很貴,是不是我們買不起 這個計劃,我相信我們在宣傳方面是要做更多的 但總體來說,我覺得科技從來從三年前開始 我們都覺得進步一定會很快 而且很大程度上不需要依賴政府的政策 結果也是走得最快的一方面 我剛才說的TPAC,第二個關鍵的元素就是內容方面 傳統出版商在這幾年很明顯地已經準備就緒 推出多一些電子的內容 Iwan剛才提到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新的宣佈 我覺得在內容方面我們需要更多元化 除了傳統的出版商之外 其實我們更加開心見到 也有些新興的內容供應出來 今天我知道有媒體公司都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在課堂裡面用一些新聞的 一些訊息給同學通識也好 或者其他分析的科目也好 這些新興的供應商我相信只會愈來愈多 而且為內容市場增加活力和多元性 當然在過去三年之中 我們也看到不少效本的材料出現 當然我們所有的官員都深深體會到老師是很忙的 老師是不會有很多的時間 是真的從零開始製造內容 但是畢竟我們過去三年也都見到 也都有不少的有心的老師 就是有做到的 一會兒我下一個講者Gilbert 我相信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一些新的軟件 就是怎樣可以幫助到老師 幫助到其實不同的新的內容出版商 就可以用一些容易一些的方法 製造一些適合21世紀學習的內容 總體來說我覺得內容方面 是有進步但可以更加多元化 供應方面的多元化 不同的內容 我都覺得是應該多些從多元化這個角度發展 最後就是教學法方面 三年前和今天都是那句 我希望大家教少些 讓同學可以學多些 我們仍然是見到有老師是教得太多的 很老實說 但是可以令我們覺得有鼓勵的地方 就是在我們的先導計劃 我們現在有61間先導學校 有21個計劃 在先導計劃和一些領先的學校 其實那個教學法的進展也都很明顯 我們在香港很幸運 我們在資訊很流通 我們在網上發展得很快 所以在很多學術的會議 或者一些經驗的分享 我們都可以帶到很多世界先進的經驗回來 一會兒我知道 羅聯邦聰學的Paul和漢基的Jane 都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一個21世紀課室那裏 在教學法那裏 怎樣可以調色 其實除了科技已經走得很快 內容可以多元化些 其實教學法是要做調色的 我自己覺得由始至終我們推科技教育 是有多重的目的 其實最忠心的思想 我們希望通過科技教育 可以體現我們過去十年 我們講的教改 希望同學可以自主些學習 希望同學可以更加利用科技 可以將個老師的角色 由這個灌輸的角色 做一個引導促進的角色 這個由始至終都是我們希望做得到 總體來說 都是那句 希望大家較少些 讓學生學多些 未來的願景 我想用少少時間講講 因為我覺得在過去三年 我自己的經驗 就是圖像是很重要的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的Facebook網頁 我很喜歡放一些影片出來 因為我覺得一個圖像 是很能夠代表我們 希望見到學校的新的 二十一世紀學習的環境 應該是怎樣 那我在給大家一個 最後總結的影片之前 我想或者用說話 描述一下我心目中 二十一世紀的教育應該是怎樣 二十一世紀教育 當然我們不能夠忽略一些 一些基礎的教育 不能夠忽略一些 一些紮實的根基 這個香港 從來都是我們的強項 我們在語文科 我們在數學科 我們在不同的學科 那個紮實的內容根基 固然是要堅守 但我覺得在一個 鼓勵同學自主學習的前提之下 可以做餘下幾樣東西 第一 就是我希望去看課 尤其是用電子學習 看課堂的那些防數 就少些規律 多些混亂 少些一排排同學 坐著聽老師說的 多些同學走來走去 自己說自己的東西 就是由order去到chaos 第二就是少些標準 多些個人化 我 有時候 過去幾年 久不久也聽到 有些軟件供應商跟我說 我們今天的老師 仍然希望我們 將所有的軟件 都是同步進行的 每人的鏡頭都是在看同一樣東西的 甚至沒有 製作一些鏡頭 是可以老師按一個按鈕 人人的鏡頭一起關掉的 我自己覺得 這種只是 傳統教學法的延伸 我們更加希望看到的 就是每人的鏡頭 都可以有些東西不同 每人在學的東西 都可以有些不同 少些 就是標準 多些個人化 如果用一個電影的 或者一些 動感一些的描述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看過警匪片 我們傳統的教學 就好像 阿sir在做briefing 有一個長官 有一堆阿sir在外面 準備去行動 現在呢 掌官就跟其他低級的警察說 今天我們就要捉這個重犯 A隊去哪裏 B隊去哪裏 C隊去哪裏 就是一個briefing的場合 傳統的教學 我更加希望 就是 希望是一個行動的 行動的圖像 就是我們的同學 好像我們的警察 已經散去外面了 是一個行動中的部隊來的 老師的角色 仍然有一個統籌的角色 如果大家看這個洩聽風暴 仍然需要一個黃秋生 仍然需要一個control room 有人聽著每個人在做什麽事 但我更加希望看到 同學不是在聽briefing 同學是外面在捉警察 捉警察 由一個聽briefing到一個行動中的部隊 我覺得 對我來說 我在想怎樣 怎樣描述給各位聽 一個21世紀教室 這個就是我得來的圖像 但無論什麼的電影圖像 我覺得都不能夠取代一個真實的課室的情景 我見到珍光的夏Sir在那裏 希望你不介意我把你的影片和大家分享一下 珍光是我們一個 21個計劃的其中一個先導計劃 我知道我最近都去他的學校訪問過 就是他們用一個他們的計劃 在英文科體驗的 有一個夏夏Sir做了一個陸像 通過這個課堂 希望給大家一個圖像 就是一個混亂 一個個人化的課室應該是怎樣呢 所信用的 圖像 可否 大家留意一下,每個同學在做不同的事情 有些明顯在看明星的照片,但是OK的,各位老師 這就是混亂的開始 需要些明顯在展示範圍上,某些人要拍攝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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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